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来到七月了 鬼节的月份 也是时候跟大家讲讲鬼节 即是鱼兰节 第一件事要讲的 当然就是它的名字 这个字是读鱼 而不是读孟买个孟 字的写法都不同 千万不要搞错 而外面坊间都会说 七月十四这一日是开鬼门关的日子 但当然也不是 其实自农历七月初一就已经是开鬼门关 所以七月初一去到七月底 香港不同地区都有人举行不同的御兰法会 那我们可以开始讲讲什么是御兰节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实鬼节的来源都有分道教和佛教 道教叫做中元节 佛教叫做御兰节 不如让我先讲讲道教的讲法 道教创与汉末去到三国时代 道教的宇宙观分别是以天地水为主宰 即是掌管天堂地府和海洋三界的主神 民间称之为三观大臣 道教的三元宰即是刚才所说的三观大帝 正月十五为上元节 天观赐福 七月十五为中元节 地观赐罪 十月十五为下元节 水观解压 故此在道教的角度里面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 正正就是地观赐罪之日 大臣就是指每年农历七月十五 地观负责审核凡人的功过 如果这一日去举行召会 可以赦免亡云的罪恶 而佛教的由来就和木连救母的故事有关了 佛教在西汉木连传入中国 经过汉化的洗礼 内容不断地丰富 西藏时期高增足法户翻译的 佛语说《渔兰盆经》就记载了有关木连救母的故事 据说这个就是《渔兰节》的来源 《渔兰》的泛文是这个 但是意思就是《救赌源》的意思 意思就是解救正在受苦的恶鬼 而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是木连救母 这个故事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据说佛陀大弟子木建年得到六道神通之后 用法力观看世界 见到母亲由于生前都行恶事 所以死了之后就倒入了恶鬼道 在佛教记载里面 恶鬼厚喷烈火 烟喉如针 任何食物去到嘴里面都会发为灰准 饱受饥饿之苦 导致血肉肤高 腹胀如山 木建年见到之后非常着急 于是以法力将食物送到母亲的口里面 但食物一到嘴边就立即化为烈火 木建年唯有请教佛陀 佛陀就告诉木建年7月15日 即是曾治之日 用鱼烂盘装着百味五果 供养十方大德尊重 便可以令到他母亲脱离恶鬼道 《道教与佛教》一书中也指出了 农历7月15日是佛教中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因为曾隐门自农历4月15日 至到7月15日三个月里面 就是结下安居 结下安居是指曾隐门会在上述时间里面 在寺院里面闭关修行 农历7月15日就是他们修行原本可以出关的日子 而这一日又会称之为佛欢喜日 或者曾治治日 因此这一日其实是会有很多人带着供品 去供养一众的僧人 或者由于中元节的日子 和曾治治日非常接近 导致两者混合成为了制休的活动 古密论首先是否将他们混为一谈 但是活动本意就是制治或做功德 去回向过去的先人或游魂野鬼 要追索香港什么时候开始会有鬼子法会 其实都挺难找到确实的答案 明末清初屈大君主的广东新语 就提到十四祭先治例为渔兰会 这里的十四当然就是7月14日 但是肯定的是早在四百年前 屈大君的年代 广东一带已经有举行渔兰圣会了 有关鬼子法会最早的记载 应该就是香港成为殖民地之后的1850年代了 过去学者们都相信最早的渔兰组织 应该是四环渔兰公所 它这个公所成立在1857年 会指就是现在上环文武庙公所了 而根据林国辉从历史资料 重构1868年香港四环渔兰圣会 一文里面可以得知到 原来早在1857年之前 香港已经有渔兰圣会的出现 文中引用德晨西部 指出早在1852年的农历七月 东国市场East Pond Racer 已经搭建了竹棚来做神功戏等等的表演活动 1856年8月28日的德晨西部 更加详细地报道了农历七月 西角仔丘的情况 报道指西营盘West Pond 搭建了大型竹棚Jergan Hall 场里面有大量的吊息 并且布置了十殿炎王这一类神子的扎作 而搭建这个棚棚 就拼请了粤剧戏班 来做表演神功戏 当时这个活动非常庞大 不少富商都会有参加 更由专家处理法事 开支高达了10万元 而这些钱基本上都是由当地华人捐助的 由此可见早在1850年代 香港岛的东国和西国 最少两处地方已经是农历七月举行渝兰法会了 现在我们不如说说 上面提及过的四环渝兰圣会 四环是指太平山 西盈盘 上环 中环四区的街坊 而这四个地方 就是开埠组织的华人居住的地方 当然非常有代表性 根据从历史资料 《重购1868年香港四环渝兰圣会》中指出 开埠初期 政府绝少干涉华人的生活习惯 我们之前鼠液一文也有提及过 所以大部分香港的华人 仍然能够维持着自己的信仰和习俗 从汤姆逊在1868年至1870年 拍摄《荷里活道》和《楼梯街交界》的相片里面 可以看到 外墙彰贴的告示 意思就是7月14日 开坛见照 五日五夜进行水陆法事 超度幽魂 15至17三日 诸臣巡游 兴贺中原大帝千秋 邀请上驾善信 迎券 请臣巡游的金龙 彩虫 顶马等等 当时除了应券之外 还不会有什么方法去筹款呢? 从杨敏讯 黄玉栋等编著的 《香港旧民19世纪香港人的生活点滴》里面指出 1868年9月8日 上海新报报导 四环渝兰盛会的筹款情况 可以得知四环渝兰盛会的支持者 大多数在上环 太平山 西盈盘和下环的商户 包括水坑后一带的青楼 由此可见 当时支持盛会的 来自社区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街坊 甚至乎商户 妓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捐款行业 为什么我们会说 1868年的四环渝兰盛会呢? 因为它算得上是 早期开埠有相片记载过的 渝兰盛会 而这些相片 就是由几个不同的摄影师 在不同角度之下拍的 为了方便大家提得清楚点 我们帮他的相片上山颜色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这张相片是由汤姆信拍摄 其入口正正对着了太平山区的 盛事提反教堂 该教堂在1866年启用 根据从历史资料 重购1868年香港四环 遇兰盛会一文中指出 1866年10月30日 往后大道西 货仓区发生严重火灾 焚毁了接近200间房屋 而1868年8月遇兰之前夕 西区再发生大火 消灭了90栋房屋 另外有30座 仇路波及 其中不少都是外籍人士的物业 可能是由于西区多次遭受火灾 亦可能是华商争取后得到政府的恩准 1868年 焚祥从港岛西区 改到水坑口空地上居行 其中最特别之处 是赵铬精精堆住 圣事提反教会 甚至向外籍社群展示 坏人文化传统的象征意味 第二张相片 就是由威廉·佛罗伊德 拍摄水坑口渝兰盛会 赵铬的近照 左方小铬外面 有圣旗 上面写有水车两个字 是消防水车存放的地方 另外 焚铬正面有各种吊灯 以及材雕人物 以及戚曲人偶场景故事箱 这个焚铬佔过水坑口空地 超过一半的面积 估计高达20公尺 支撑入口处的木柱 高度超过12公尺 柱上面画有不同的图案 看完外围的面貌 不如我们看看铬里的报纸吧 伦敦惠康图书馆收藏了一张 汤姆迅所拍摄的 赵铬内部图片 不过就是黑白的 在我们上识之后 可以看到其中的吊灯 神像 戚曲人偶场景故事箱 以至彩留装饰等等 而最大的那个 神像会不会就是中葵呢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戚曲人偶场景故事箱上面 隐约写着四个字 应该是不知什么彩场 另外后面也有个字看不到 会不会是这个故事的名字 或者是这个故事箱的名字 如果观众能告诉我们 那两个是什么字就最好了 另外这张 就是华人摄影师 黎芳所拍摄的 从煤气灯 灯色样貌 以及棚面布局 我们可以看到两张图片 不属于同一年照片 但也可以看到棚里的装饰 非常豪华 而且装置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些装置也非常大型 由上面几张图片可以看得出 当年的渔蘭盛会 是非常大型 甚至比现在的渔蘭盛会 更加大 更加有起势 主要这么说 香港的渔蘭盛会 大约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本地传统 即是广府传统 第二类是潮州传统 第三类是海陆风 或者鹤鲁传统 而最后一种 就是水上人传统 根据政府在2013年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 普查建议清单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上述四种类别的渔蘭盛会 在香港总共有85个 本地传统 占37个 潮州人传统 占33个 海陆风 或者鹤鲁里面的 占12个 水水洋人的 占3个 但事实上 普查清单 并不是完全记录了 香港渔蘭盛会的数量 陈善的潮州渔蘭盛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 集体回忆与身份认同 调查了全港渔蘭盛会 总共有118个 分别是56个 潮州渔蘭盛会 统计全港渔蘭 潮州人传统有52个 海陆风 或者鹤鲁传统有16个 本地传统有41个 佛教有6个 所以无论是数字的不同 但也可以看到 渔蘭盛会在香港的发展 是遍布着不同的族群 也遍布着全港不同的地方 但最重要的 都会是潮州式 广埔式 鹤鲁式三种 接下来就会说一下 他们的会场布局 在香港 不同的渔蘭组织 都会因应个别环境 和场地的限制 有独特的摆设和布置 但都是万变不离其中的 潮州式的渔蘭盛会会场活动 一般设有9个竹筷 办事处为渔蘭盛会活动的指挥中心 用来接受善讯捐款 及值理接待客人的地方 金榜即是捐款的情况 上面会有捐款人性命 及捐款金颜 神马鹏 这里的马鹏 当然不是真的有真华放在参观 而是由一只紫紫的红色神马 用途就是 脆脱松神仪式 将神马一拼化掉 而红色神马就会将预览圣会 直幅金章及金榜送达仓天 天地父母帆是为神鹏 潮州神鹏都是供奉天地父母 而神鹏的摆位多数面向神功气帆 主要方便神明观赏神功气 神功气帆即是请戏斑表演戏剧 被神明观看囚借神恩 同时与街坊遇众同乐 坊间亦有指神功气不是被人看 而是被鬼看 甚至乎有人会说过 千万不要坐在最前两排 因为那两排是被鬼坐的 很明显是一个都市传说 神功气 说明是神功气 当然就是被神看 而气胖最前两排 登当然不是留给鬼看 而是留给出钱出力的总理 理事或善长人翁看 只是他们很可能都工作繁忙 甚至乎我们会说是贵人事忙 未必可以常常都有时间 长长都看完 所以就会刺激 神铺铺 一般铺里面都会放有三件大神铺 分别敬奉给天地父母 南神不斗 诸位福神 目的是为了神灵更衣换仆 酬者神恩 京师棚 位置多数放在场地后半部分 潮州式主要采用潮式佛教仪式 由潮籍佛社 京师以潮州话 陪奏庙庙音乐 唱纵经文超渡望云 米弹 棚里面放置大量街坊 宗善信捐赠的白位和日常用品 这些物品透过《诗试法会》 布施孤魂之后 就会派发给有需要的人士 孤魂台 库箭台 库箭台是放置各种孤魂的连位 工人祭拜游魂野鬼 库箭台就是立指位给亡魂赴上的 令他们可以受贡听到经文 亦可以供人祭拜先人 大使台是供奉大使王的地方 大使王又叫鬼王 面宴大使等等 听到个名字或者见到个人 可能你会觉得他好像很饿 是不是鬼宗之王 当然不是 大使王其实是冠音的化身 是大使王的头上 你会见到冠音像 他的功能主要就是负责着监壇私食 维持着法会的秩序 白的音讲其实就是保安 而大使王其实不同族群 都会有不同的造型 潮州式的是头大观摩 厄前有观音像 青面尿牙 双脚站立 鶴鲁式的头有双脚曲发 头顶着观音像 飞面尿牙 斜脚 左脚提起 右脚站立 港府式的就是白面 头大观摩 肚大 空前有观音像 双脚外伸 情叛在之势 讲完潮州的布局之后 我们就讲一下 鶴鲁式又是怎样布局了 其实都是万变不利其中 大部分都是跟潮式一样 有办事处 金榜 神话鹏 神鹏 神功器鹏 孤雁台 护战台 大使台 等等 但是 京师鹏里面就不是用佛教认识 而是用道教认识 主要以供奉三清祖师 念中道教经文 神鹏就是供奉天神老爷 而学老式就蒙伟鲁 以及神功器唱的就是学老器 最后来到港府式的布局了 布局大致上跟上面两种都是一样 京师鹏里面都是跟学老式的一样 用道教议识进行 但是在议识上 学老是采用正一派 而港府就是全真派 布局上面就没有神浦鹏和米鹏了 农历7月14日 渝兰节 鬼节 中元节等等 这类字眼给到很多人的第一印象 都是负面 不要去碟了 因为都是跟鬼神有关 7月记得早点回家 很多人都会忽略背后带来的意义 近这十几年 时代的进步 科学高速的发展 跟鬼神有关的事 通通都会被认定为迷信 但是其实愚昂正会 甚至乎愚昂之背后的意义 是跟慈善制贫 甚至乎跟孝 这个很重要的意义有关 不单只代表着对过去先人的神中最远 更加是借助圣会派伐平安米 食物等等的慈善工作 用来关注圣会附近 或者社区这一带的不同社群 愚昂正会不单只见证着 或者影响着香港每一个区的历史发展 甚至乎是见证着香港最辉煌的时刻 很多地区的愚昂全体 也会面临着青黄不接的问题 愚昂正会的规模 亦都比以前越来越小了 假如有一天 这个传统习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下 又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呢? 今集我们就先讲到这么多 其实各族群之间举行的流程仪式 都有不同的 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再讲下 下一集我们会请来 深井 愚昂正会的会长 讲解一下深井地区的故事 和他们会的历史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有意思的话 就记得留言 like share 和订阅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好 好 好